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這一張 這個帶作品回家裡面的 二十年後這首歌曲 的一個真實的一個故事 其實二十年後這首歌呢 它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新歌 它其實已經十幾年 快二十年了 應該二十年後 那這首歌其實經歷了很多的歌手 包括蘇瑞、蘇姊 然後歐陽飛飛 通通有收錄過這首歌曲 那但是紀元巧合 他們不是換公司 要不然就是測案子 所以當時收錄完了之後 都沒有再真正的發行 所以我最記得是當時蘇瑞姐 聽了這個歌之後呢 就在錄音室裡面 真的聽說它是真的就是崩潰了 就是眼淚整個就飆出來了 那我覺得因為這首歌曲 就是說了真的有 真的需要有一些經歷的人 那聽了這首歌曲 你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覺得可能在紀元當中 這首歌就是應該是在 在我的身上來詮釋 所以怎麼樣都賣不掉 然後雖然大家都很喜歡 但是都錄不成 所以最後就會回到我身上 那而且在一個這麼有意義的 二十五週年的這一個 帶作品回家的專輯當中 成為一個二十年後這首歌 如果再二十年後 等某天大街 你無不期然地又再見面 那些年少的重演 輕狂的喜悲 會在心裡面越拒絕 會在心裡面越拒絕 越多滋味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謝謝大家